美参议员马基一行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 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中美建交和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实现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是中国人民坚不可摧的共同意志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在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道路上 越走越远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合并稳定 造成进一步损害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少数政客与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 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不自量力 注定失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